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密码检验程式 那这个程式呢,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 无限次的输入密码 直到输入正确为止 好,那我们先写一个变数叫password 那它是存放我们的密码 假设我们的密码是123456 然后再写一个变数叫input 这个input呢,存放的是我们使用者的输入 因为一开始使用者还没输入嘛 所以我们先不给它值 那下面写一个why 那这个why,它的判断呢 就是当我们的password 我们的密码跟使用者的输入不相等的时候 我们就继续让它输入嘛 所以我们里面写input等于trumps 请输入密码 好 那我们跳出这个回圈的时候 就意味着password跟input已经相等了嘛 就是我们使用者的输入已经等于密码了嘛 好,那我们就在外面写一个 登录成功 ok,来看看 请输入密码 假设我们输入123 他就说请输入密码 1234 再来12345 123456 他就说登录成功了 我们可以无限次的一直输入 直到输入正确为止 ok 好,那其实一般的账号密码登录哦 是不太可能让使用者无限次的输入嘛 因为如果我们让他无限次的输入 就算他不知道账号密码 他一直乱拆乱蒙 可能有一天还是会被他蒙到嘛 所以呢,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检验程式这样太危险了 太不安全了 我们想要再让他多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是我们最多只能输入三次 如果输入超过三次的话 我们就跳出一个视窗跟他说 超出输入次数哦 ok 那讲到这边 大家可以先把影片暂停了哦 先自己写写看 看如果我们多了这个 最多只能输入三次的条件 我们要怎么样写这个检验程式呢 自己先试着写写看哦 好,那我这边就直接来写哦 因为现在多了一个限制嘛 所以我们要多写一些变数 来存放额外的资讯哦 第一个呢 我们叫他entry 那这个变数他存放的是 我们现在使用者输入了几次哦 一开始是零次嘛 再来一个entry 那这个变数它存放的是最多能输入几次哦 三次 还有一个是out of 那这个变数它是一个布林值哦 它是判断我们现在的输入次数有没有超出哦 那一开始没有嘛 所以是false 好 那我们这个坏有回圈呢 也要改一下 我们一进来 先把我们的输入次数 entry count 先把它加加哦 先把它加1 然后呢 我们接着判断 这个 entry count 是否还小于等于entry limit 那要在限制的次数内 我们就让它继续输入嘛 那否则的话 我们就把out of limit 把它变成two哦 OK 那我们外面这边的条件判断呢 也要多一个 我们要多一个 没有超出输入的次数哦 OK 我们这边这样子写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回圈里面 它要有两个判断哦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输入不等于密码嘛 因为它还没输入正确 它才会继续让我们输入嘛 那第二个是 它输入的次数没有超出哦 这两个条件都要满足 才会让我们进入这个回圈 OK 那跳出回圈的时候 有两种状况嘛 第一种状况是因为 它输入了正确的密码 所以跳出来嘛 那第二种状况是 它输入超过了嘛 超出次数了嘛 所以呢 我们这边做一个判断 如果 如果 out of limit 是true的话 那就表示 它输入的次数超过了 那我们就跟它说 超出 输入 次数 那反之 反之就 恭喜你登录成功啦 好 那我们来看看哦 请输入密码 那我们一开始输入 1234 我们的密码是123456 那我们再输入12345 OK 这是第三次的哦 12347 我们三次都输入错误 它就跟我们说 超出输入次数了 因为我们不能再输入 第四次了嘛 好 那我们再来试一次 我们一开始输入1234 12345 第三次我们输入123456 OK 它就跟我们说 登录成功了 那如果我们一开始 就输入123456呢 登录成功 OK 我们这样子写哦 就可以限制我们的使用者 输入的次数在三次以内哦 如果超出三次 我们就跟他说 超出输入次数哦 OK 那如果我们把这边改成4呢 那我们就可以输入4次哦 1234 12345 12347 14次 123456 OK 登录成功 好 那希望这边大家都有写对哦 如果你的写法跟我不一样也没关系哦 只要我们运作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那因为这边比较复杂哦 我再跟大家顺一次 这个entry count呢 它存放的是我们的使用者 它现在输入了几次哦 那这个entry limit 它表示的是最多能输入几次 那out of limit呢 它是判断我们现在有没有超出输入的次数哦 OK 那这个话游回圈呢 它要满足两个条件 我们才会进入这个里面的程式嘛哦 第一个条件是 使用者没有输入正确的密码嘛 那第二个条件是 没有超出输入的次数 两个都要符合 都要成立 我们才会进入这个回圈里面 那进来呢 第一件事先把这个次数 先把它加1 那加1之后呢 我们判断 是不是还小于等于 我们的这个最大输入次数 如果小于等于的话 我们就让它继续输入 那反之 我们就把这个out of limit 变成true哦 好 那跳出回圈有两种结果嘛 第一种结果就是 它输入正确了嘛 那第二种结果就是 超出输入的次数嘛 所以呢 我们写if out of limit 如果它是true的话 就表示 它超出输入的次数了嘛 那反之 我们就跟它说 登录成功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堂课的内容哦 跟大家介绍了 如何制作一个 密码检验程式哦 好 那我们就下一堂课见啦 拜拜 拜拜